到了这边呢,我们需要加这个柴油黄银剂啊,因为这儿只有零号柴油,我们要去冷的地方,这个加不到负二十我们就只能加这个,这一瓶可以用两百升啊,但是我们这一次加可能只能加一半,一半的话就是三十升,五分之一,到这么多就行了啊,大概的估计一下就行,这个关系不用很准确。 差不多 再放起来 去冷的地方啊,这个东西还很重要,如果没有负二十号油的话 看现在下去买了多大两个囊 这就是酷车的囊啊,酷车大囊就是这样子的啊,巨大,昨天人家那个,过来看我们的人也是给我们提的这两个大囊,我们带两个 很香啊,是不是啊? 很香啊,可以 嗯 哎,我,我来 我来 我来 我去那边吃东西 嗯 我 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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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车的囊其实很好吃的,很香的,加上芝麻的 卖完大脑 却保饿死之后 我们从这边,库车正式进入独库公路啊,我们是从独库的南端进来的 呵,但是北端据说现在已经封了啊,10月7号独库就要封闭,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只能走南端 我再说,来,倩倩是,应该是,对,库车的口大了很好吃 从库车这边上读库的话,一上读库,就是亚丹地貌,有一段亚丹地貌的这个风景 这边可见,也可以拍照啊什么的其实 今天的天气并不是很好,有雾霾 这段亚丹我们就不拍了 直接往前走 天山神秘大峡谷,人买为患,车都堵在路口了啊 我们也不进去了,因为天山这个峡谷我们也去过了 这节假日其实真的是,得找个地方猫起来 我们得找个地方猫起来 这前方就要开始爬山了,上山了 看山边这儿有个瀑布啊 这瀑布的水就是从大小龙池流下来的 我们现在要爬到这个第一个台阶处 今天就到大小龙池就可以了 读库里边的人还不算,真的不算太多 还比较亲近 就在我们旁边,小龙池 就在我们旁边,小龙池 大龙池还在上面 先经过小龙池 然后我们就经过大龙池 大龙池下面 哦哦那下面的观景台人好多 它这边好像是可以坐船的 背景是雪山啊 因为现在秋天了,这些草都 开始黄了 所以我们再往高走的话 会看到五彩的树 现在外边还下着雨 有点下雨啊 进入独阔看到的第一个风景啊 小龙池我们没停 因为太小了 这个是大龙池啊 一池龙墨印天山 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啊 背后的雪山就是天山山脉 其中的一个峰顶 其实可以坐船下去 但是现在下雨天气了 天气并不是很好 一直在下雨 大龙池没戏了哈 在下下雨 而且气温很低 现在已经穿着 他的皮肩还抹抹死了 太管道了 走 继续往前 地方美是美 准备在这儿住车 我们拍热热精神 但是下雨了 这地方就不理想了哈 又冷 你看这叶子黄了 早晨出门的时候是夏天 现在呢 变成了冬天 看到雪山了哈 然后外边的气温 我们早晨 这二十五六度 现在 变成了五六度 只有五度 所以这个气温也是 随着海拔的身高 在不断的变冷 虽然我们现在只有两千八海拔 所以这海拔的身高呢 外边的下雨 变成了下雪哈 现在已经开始外边 开始飘雪花了 所以估摸着我们一出崖口 那边是在下雪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崖口 这就是为什么出门要带一年四季的衣服 今天上午还T恤还显热 现在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 戴着熊帽子 穿着毛衣 这会儿外边公指出去会很冷 到达雅口 这个也不是真正的雅口啊 这边是个隧道 铁地买铁隧道 我来过几次这个地方 每次出来这个地方都在下雪 穿过这个隧道之后可能就会气温好点 没有这么冷啊 出了雅口 这边倒是天晴了 但是这边在单向通行啊 重新铺这个路 这边真的土路了 那边在铺水泥地基 所以多少这边有点多 终于上山下来了 气温回到了九度 雨也不下了 我们往前走就是巴音布鲁克了 看前面雪山出来了 天气突然晴老 巴音布鲁克 这个大草原上的草都已经黄了啊 这边上的山上也开始有点积雪了 到了这边才感觉进入秋天了啊 天气突然的草原直直的路 巴音布鲁克镇到达镇子 今天我们可能也就走到巴音布鲁克镇了 先去住车位看一眼 然后我们去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拍照 马上就日落了 马上就日落了 再两个小时就日落了 这边拍照就好看了啊 有河了一边 巴音布鲁克大草原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点 可以同时看到九个太阳 啊 就是在日落的时候 水面河流的反光 可以同时反反射出来九个太阳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背着相机 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拍摄机位啊 这边 好几美 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哈 运动相机拍出来也就只能是这个程度了啊 其实它是一个大型的S型弯 在这个大的S型弯上面呢 等快日落的时候呢 降低高度 可以看到九个太阳 那这边野狗有点多 全是野狗 嗯 我还可以看到 一边的词 就是 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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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车里边 手动的狂痛无比 虽然外边只有六度 但是风很大 这会儿像 应该戴手套来这 我现在去住车地了 日落了 太阳已经落山 阿英布鲁格塔草原 这个季节已经很冷了 不过今天天色真的挺漂亮的 干蓝的蓝 干黄的黄 干落的黄 我们现在要去住车地了